在榮譽董事長林雪浦辭事之後 十二號發出公告 由傳承投顧董事長黃明佑 接替原本南港總經理詹采雲 加入董事會 引發外界聯想 因為黃明佑來頭不小 被視為國洋集團總裁侯西峰人馬 當時就是國洋遇到財務危機的時候 的會計師把整個國洋建設 從幾乎快倒的情況下 他扶植成現在的大集團 過去曾經有三筆盤後大量的交易 這占南港輪胎高達十二個百分0的股權 大概是有侯西峰所代表的國洋建設 很可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個金主 人稱借殼大王的侯西峰 是林雪浦深淺好友 兩人生涯近日雷同 侯西峰過去曾經借殼入主國洋建設 林雪浦也曾入主國鋒 南港輪胎等公司 獲得重整大王的美名 但一九九七到兩千年 亞洲金融風暴 兩人都栽了跟斗 為了互盤股價 侯西峰挪用公司資金 而林雪浦則融資進場 最後爆出內線交易 雙雙被判刑 但對於資產開發相當有一套的兩人 最後都成功 東山再起 本來都是 有的是關到監獄 有的是破產 但是之後都一樣的崛起 而且都是以南港作為發跡 所以對南港這塊土地 最熟悉的 除了南港輪胎之外 侯西峰的果養 其實也是非常清楚 所以估計這兩方的合作 其實在土地開發 可以穩定整個南港輪胎 未來的一個經營的一個策略 沒有林雪浦的南港輪胎 在業界盛傳 將以董娘賴丘貴為核心 加上侯西峰的勢力 組成決策中心 而林雪浦低調的業餘賽車手女兒 林君穎和兒子林俊銘 是否會接班走到第一線 不得而知 雖然國洋集團表示 對黃明佑出任南港輪胎法人代表 一無所惜 但隨著她加入南港董事會 也加深市場傳聞的可信度 三一新聞 蘇文化 李萌珊 綜合報導